哈喽 大家好 我是伯哥 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下玩友冷魔的精彩作 谈起来是用的小大车帮 对方是废土转身 元灰日斩 二技能 消他 消他对方没有打到 对方对方一个把对方吸住 吸住之后提升 提升飞观空中对方提升 抓了一口鲨鱼 啊 谁的鲨鱼啊 没有到 哦 这次被封禁了 封禁之后赶紧跑 一口火烹 哎呀 跑掉了 又穿天顿地的东西啊 把这个元灰日斩困住之后又跑了 跑了之后一技能 招出个小老神 啊 没有抓到 在一方招出了元魔 双方都同时都扔出了元魔 要不要这么辛苦 然后就一个二技能把对方插住了 插住了就赶紧跑 现在有一技能又招出个老神 哎呀 没过来 对方喷了一口火 等待机会 好 二技能飞过来 哎呦 这一套 好炫啊 一瞬间对方连反应都没反应过来 哎 直接被这个大使王给戳死了 等下回合打的是 这个新春限定的啊 不吼什么 又是二技能起手 这玩小大使王好像都喜欢玩大二技能起手啊 一样躲在角落 把对方先躺下来 躺下来之后 躲个地方 来 平A他 好 又抓到 抓到一个二技能跑了 对方提升 提升之后盾地 又顿地之后 把对方哭了一下 然后又 现在就可以直接 乱撸对方了啊 因为对方没有替身啊 如果技术好 绝对是一套秒 就看他能不能把握这一盒 而这个怎么天赐两技 哎呀不行了 对方进入了保护状态 然后撑了一个斗 你看大蛇王的表现 又把他抓过来 戳了一下 哎呀 好疼啊 对方马上提升 提升之后又没有踢 又没有逗逗了啊 马上上大招 对方开霸体 好 开霸体应该是也躲不了了 我不是 我是不死的大蛇王 无论能力 好溜哦 第三回合 也可以算是最终回合了吧 对方是钢尸鬼焦 前面两个那么难打的忍者都打败了 这个钢尸鬼焦也不过一般般 对吧 不过如此 只要掌握好 把握好机会 再一次把他给秒了 然后就可以OK了啊 对方没有斗斗的情况下 现在招了个乌鸦 先把对方控制住 哎 就是直接落在对方的身边面前打 是考验的技术的时候了 其实最好连招的几个英雄 就几个忍者吧 我也觉得会玩小男子类的 如果现在玩这个小大蛇王 加火气连招还有点难 好 最后差不多了 哇 最后一下还要上个大招 一点都不考虑对方的感受呀 对方还以为有机会黄盘 没想到一个大招 채熬 最后点开始关怀了 很好玩 胀了 一定有机会黄盘 第二条 再来有机会旅所 行 ripped